最近胡润公布了中國女富豪榜 其中楊慧妍再次成為了中國女首富 身家高達2,250億 這是楊慧妍第七次當選中國女首富了 不過 如果把香港女富豪都算起來 楊慧妍就不是真正的中國女首富了 今年39歲的楊慧妍真正實力距離香港女首富 邝肖青其實還非常遙遠 邝肖青今年已經90歲了 她才是真正的中國女首富 一個富豪的真正財力並不是看著她們的財富榜有多少錢 而是看著她們手裡有多少真正資產 邝肖青幾年之前才剛剛花了200億在上海徐家會買下了一塊黃金地皮 這塊地皮位於上海徐家會橫隆廣場的對面 橫隆廣場是內地目前最賺錢的市場 一年可以收租20多億 這塊地皮位於橫隆廣場對面 價值自然非常巨大 另外 這也是上海市中心最後一塊的黃金地皮了 當時 基於這塊地皮的人非常多 最終卻被邝肖青拿下 隨後 邝肖青宣布投資300億 興建ITC廣場 這個項目建成之後 將成為中國內地又一個商業地標 王氏當時就說了 只有邝肖青的新鴻基工資才有這樣的實力 可以一家獨吞下這麼大的項目 去年 邝肖青再次在香港展現了自己驚人的財力 邝肖青成功擊敗了李嘉誠 鄭家淳 李兆基等人 成功拿下了香港九龍高鐵站上面的地皮 成交價格高達400億 這個項目 邝肖青也將發展成為一個超級的商業綜合體 未來 大量內地旅客都會坐高鐵來到香港 而第一站就是香港的九龍 那麼 邝肖青的這個商業綜合體 就將成為內地遊客到達香港的第一站 燃油量自然非常大 邝肖青單單是這兩塊地皮價值就高達600億了 這僅僅是邝肖青部分資產而已 邝肖青手裡市場還有幾十棟大樓收租 別以為人家這些大樓也是一些自建樓房而已 人家持有的大樓那都是超假集鞋子樓 很多移動的租金都過億 甚至有一棟大樓一年可以收租幾十億 邝肖青在香港持有環球貿易廣場 國際金融中心127 新鴻基中心 中環廣場等等幾十棟大樓 另外在內地邝肖青還持有上海國金中心 南京國金中心等等十幾棟大樓 另外邝肖青在內地跟香港還總計作用 幾十個商業廣場 這些廣場加上寫字樓一年貢獻的租金超過了200億 新鴻基也是僅次於萬達的收租公司 不過萬達雖然租金規模更大 但是萬達的負債率遠遠超過了新鴻基 邝肖青的新鴻基目前的負債率才10%多一點 萬達的負債率卻高達50%多 從這一點對比 你就知道邝肖青比王健林這樣的富豪實力強多少了 淨資產方面萬達才3000億左右 西鴻基已經高達5000億了 幾年之前邝肖青曾經把價值1500億的資產分給了三個兒子 如果不是他分了家的話 那麼現在邝肖青可能比李嘉誠還富有 目前邝肖青自己大約還有價值1500億的資產 不過這些是賬面資產而已 實際上邝肖青的資產肯定更多 邝肖青還有一個私人投資基金 這個投資基金在全球非常多的公司都有非常多的投資 特別是在美國的固定資產方面 這個基金至少還有幾十億美元的資產 邝肖青雖然有錢 但是他也有自己的苦 邝肖青的丈夫郭德盛比自己大了19歲 1991年郭德盛就去世了 給邝肖青留下了200億的資產 隨後的29年 邝肖青一直是一個人過 邝肖青把丈夫留下的資產 從200億發展到了數千億 郭德盛去世之後 邝肖青的三個兒子就開始鬧分家 這一鬧就是十幾年 鬧到最後大兒子早早去世 二兒子被大兒子舉報若欲 可以說好好一個家庭最終是四分五裂 其實邝肖青也證明了一個事情 其實很多事情都是錢解決不了的 丁磊就說過了 錢佔一個人的幸福其實只有5% 邝肖青到底有多少錢呢 他分了1500億給了三個兒子 不過即使分了這麼多錢給三個兒子 他自己還剩下了1500億 還有一些無法追踪的財富 如果邝肖青不分家 那麼他早就是中國女首富了 邝肖青跟楊慧妍一樣 都是非常的低調 邝肖青的丈夫郭德盛 是香港地產巨頭新鴻基的創始人 郭德盛也是香港最大富豪之一 不過他比較早就去世了 1990年的時候 郭德盛突然發疾病而去世 當時才79歲 邝肖青比郭德盛小了19歲 丈夫去世的時候他才60歲而已 邝肖青從年輕時候嫁給郭德盛 之後一直非常低調 很少參與丈夫的生意 邝肖青嫁給郭德盛的時候 郭德盛不過是一個小小雜貨店老闆 邝肖青跟郭德盛經歷了風風雨雨 見證了郭德盛 把一個小小的雜貨店發展成為了一個 巨大的地產帝國 郭德盛最初經營雜貨店 後來開了一個批發行 靠著代理日本拉鍊賺到了人生的第一桶金 郭德盛進入地產行業的時候 他已經40多歲了 當時已經不再年輕了 郭德盛跟李兆基 馮景喜一起合作 在香港收購舊樓 拆掉重建 最初都是一個小規模的項目 基在一定實力之後 他們就發展更大規模的項目 60年代他們一起合夥成立了信鴻基 隨後 香港樓市大跌 他們趁機抄抵了香港樓市 買下了大量的地皮跟物業 等到樓市回暖 他們成功實現了一夜暴富 1972年 辛鴻基在香港上市 郭德盛等三人已經成為了億萬富豪 隨後 李兆基跟馮景喜各自離開 自己創業 郭德盛獨長辛鴻基 經過了郭德盛的打理 辛鴻基到了1990年 已經成為了香港最大的地產公司 資產高達254億 這一年 郭德盛去世 葬礼上 鮑玉剛 霍英東 李嘉誠 鄭玉彤 李兆基等人 一起為郭德盛服領 轟動一時 丈夫去世之前留下了遺產 全部家產都留給邝瀟青 三個兒子則負責打理公司 暫時不能繼承家產 在郭德盛的設計中 自己家族是分工不分家 最初 郭德盛這個設計十分奏效 三個兒子一起努力 把辛鴻基發展到一個全新的高度 不過1996年之後 三個人矛盾越來越大 甚至鬧到了水火不容的地步 郭炳香把自己的紅顏知己引入到辛鴻基 企圖逼走兩個弟弟 兩個弟弟則聯合起來架空了哥哥 最終 郭炳香把兩個弟弟一些見不得人的事情爆出來 導致郭炳聯被捉了 還被判刑五年 公司動亂的時候 邝瀟青馬上站出來穩住大局 這才讓辛鴻基的業務沒有受到影響 繼續保持了穩健的發展 邝瀟青一方面為了稀釋寧人 決定提前分家 他把600億分給了郭炳香 把600億分給了郭炳聯 把300億分給了郭炳江 另外一方面 邝瀟青要求郭炳香離開辛鴻基自立門戶 同時邝瀟青大膽啟用家族第三代成員 讓他們進入辛鴻基各個要職部門 承擔起家族重任 讓第二代開始退出歷史舞台 最終 雖然經歷了十幾年的動盪 但是辛鴻基的生意反而繼續穩不上前 如今在中國幾乎找不到第二家地產公司 跟辛鴻基一樣 這家公司一年的利潤超過了500億 比恒大還多200億 另外 辛鴻基舊的負債率僅僅只有10%左右 恒大 融創 碧桂園等地產公司的負債率 都超過了七成 辛鴻基的總資產高達5000億 但是負債才區區500億 辛鴻基現在在中國各地 擁有幾十棟鞋子樓跟幾十座商業中心 一年的租金收入就超過了200億 辛鴻基地產也是中國唯一一家房地產利潤 跟商業地產利潤可以並駕齐區的地產巨頭 沒有一家地產公司不想成為辛鴻基 可惜別人永遠學不會 如今 邝肖青已經90歲了 但是她依然在背後遙控這個龐大的地產帝國 其實 劉鸾雄就曾經說過 香港前20年的富豪身家基本上都是被大大低估了 邝肖青也是其中之一 這些年 他們通過辛鴻基獲得大量的分紅 這些現金又被他們投資到全國各地 這些資產都是無法統計了 財富榜能夠統計的只是他們持有的辛鴻基股份 而他們家族的信託基金卻是無法追踪的財富 好了 以上是本期的內容 如果您喜歡我們的節目 歡迎訂閱 點讚 轉發 感謝大家的支持